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好 接下来我们来介绍 Ethernet的frame format 就是说我们在 Ethernet上面 这个网卡本身会把风包丢到这个网路上面 那我们接下来介绍这个风包到底是长的什么样子 好 我们看这个风包的这个结构图 我们可以看 首先在最前面会有一个叫做Preamble的这样的一个设计 所谓的Preamble 就是说一边因为我要让对方 刚提到因为我们有那种传送跟接收 两边有点为了让它同步 就是送的这个速度跟收的速度尽量能够一致 所以这个Preamble它实际上就是01 0101 这样子一个讯号的一个所谓的Pattern 那它的长度是7个By 相当于是56个bit 7 8 56 56个bit的0101 0101这样子 有点像给对方一般做校正 就是说我看到一个0101 0101 这样子很规律的出现的这样的一个讯号的时候 我就知道说可能有一个风包要开始了 开始在网路上面开始出现 我可以要考虑开始收的意思 然后有一个叫做Star Friend的Delimit 在这个地方 Star Friend代表说风包马上就开始 好那我们刚刚提到 风包最重要的两个栏位 一个就是所谓的source address 就是网卡的位置 就是说这个风包到底是谁送的 那谁送的就是哪一个网卡送的意思 那Destination 我们叫DA Destination address 就是说那这个风包是要送给谁 这个谁也是一个网卡 就是网卡送给网卡 好 那每一个网卡就有不同的ID 不然我怎么知道这个网卡跟这个网卡有什么不一样 你从外表看都一样都长得一样 但是那里面有个ID不一样 就这个网卡的位置跟这个网卡的位置是不一样 所以我们说有一个叫做source 一个叫做destination的make address 那这个每一个网卡的位置的长度是6个by 就是48个bit 这个48个bit就可以让 因为2的48次方来算的话 这个数字也很大 可以让全世界每一张网卡 它的ID都不一样 也就是这个网卡的ID 它是有全球唯一性 就是说你买了一个网卡 买来的时候 上面就有一个ID在这上面 那这个ID就一辈子跟这个网卡 网卡可以换 因为以前的网卡是可以抽换的嘛 比如我从这个PC插上去 等一下我把它拔起来 插到另外一个PC 这是可以的 那刚刚提到现在的笔电都是内键 那内键也就不能换了 因为它已经 内键等于说它那个晶片 刚提到那个晶片 是已经放到这个主机板上面去了 所以通常就不能够抽换 不过anyway就是说每一个网卡 它都会有一个所谓的unique的ID 好那接下来就是说 那我们后面有一个叫做type 这个type是说告诉我们说 我们后面这些资料是什么样的资料 比如说你可能是IP 可能是其他的protocol 所以通常这个type是告诉我们 这个封包后面所承载的data 它到底是什么样的一个内容 比如说是IP的封包 还是叫做IPX 或者其他的这种protocol的封包 好那我们说这个data最大 就这一块最大呢 这个地方是1500个by 就最多1500个by 好那最后面呢 还有一个叫做frame check sequence frame check sequence 一般叫所谓的检查码 在这个地方 检查码的目的就是说 因为我们封包在传送的时候 刚刚提到可能会有干扰 而且上面都是1或0 那1或0的表示都是用高电位低电位 刚刚我们虽然有提到说 Ethernet本身是用Manchester encoding 就是每一个bit的中间 都会有电位的变化 可能是高电位变到低电位 或者低电位变到高电位 每一个bit都会有变化 但是不管你怎么变化 我如果有一个很强的电磁波的干扰 我还是会把它打乱掉 就是它会可能会 这个讯号就会等于说 衰减、失真 到你后来 你没有办法判断 它到底是1还是0 如果你如果判断错误 这个资料内容就错掉了 那你错掉了 你怎么知道这个蜂猫已经错掉了呢? 就是因为我们用这个 叫做frame check sequence 简单地讲 frame check sequence是用CRC-32 那我们知道CRC-32 最简单就是我把前面的data 因为我前面有data 我们刚刚讲 从这个destination开始 从这个地方开始到 我们把这整块的data 把它当成是一个 所谓的data sequence 我就做一些印算 比如做exclusive all 把它做一个加减乘除的印算 最后得到一个检查码 检查码就放在最尾巴这个地方 那如果我在传送的过程当中 有发生错误 我就可以检查出来的意思 所以这个检查码最重要的目的就是检查 我在传送的过程当中 这个封包的内容有没有错误 那如果错误的话怎么办 那我这个封包就不要了 我就把它丢掉 那我们刚刚有提到 医生内本身有一个重要的特性 就是它是unreliable 就是这个意思 就是说这个传送的这个station 把封包丢上来 然后你收到了 可是中间可能有干扰 比如说这个电磁坡的干扰 那你收到 发现检查的结果 发现这个封包是错的 那就把它丢掉 但是你丢掉也不通知对方 如果你通知对方 这叫做neck 那如果你正确也通知对方 这个叫做neck 那我们医生内呢 这两个都没有做 这个封包不管成功或失败 成功就往上送 正确就往上送 失败错误就丢掉 就这么简单 就是说我们因为有这个frame check sequence 所以我们可以知道说 如果这个封包有错误的话 我们就直接把它丢掉了 这是这个所谓的unreliable的 一个最具体的做法 好 那我们说这个封包的内容 刚刚提到这个最长 是这个地方是1500个byte 这是最长 那最长的意思就是说 你这个封包不能太长啊 为什么封包不能太长 为什么不能送很长 就是因为说 我们要考虑公平的问题 就是刚刚提到 我这个cable上面 可能接了100台电脑 或者200台电脑 大家都要用这个cable 传送资料 所以一个人不能送太久的意思 所以我们在标准里面有规定说 以色列的封包你的内容 最多就是1500个byte 那加上我们讲 加头加尾 头就是这个 这个头 尾巴就是这个 这个加加起来等于是8个byte 所以再加上1500个byte 所以我们在以色列里面 有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数字 叫做1518 就是以色列上面的每一个封包 最多就是1518個byte 就是1500加上头加上尾 就总共加起来1518 就是因为考虑到以色列的使用必须公平 如果说你把一个封包丢上这个cable 然后送的非常非常长 那别人都不能送 这个我们会介绍 我们CSMACD的Protocol 就是专门来讲说 这个封包应该什么时候送上去 怎么检查 有没有发生collegion 发生collegion之后会怎么办 就是我们尽量让这个cable的使用 尽量让它达到公平的这个效果 那公平的第一个 就是说那每一个封包不能太大 所以封包的这个大小 有一个限制 最多最多就是1518 好 那有没有一个 说那封包有没有最短的 这个也有 我们看一下 就我们医生里面 有两个很重要的 这个所谓的参数 第一个就是刚刚讲 封包最长是1518 这是最长 那封包有没有最短 最短 最短有一个 就是64拜 这个地方 注意到 以色列的封包 最短最短 64个拜 也就是说 这个东西 这个中间这里 它一定要大于等于 我们讲 因为头尾加起来是18 所以这个地方 等于说18 等于说6 我们这个 46加18 也就是说 我们这个内容 至少要46个拜 至少46个拜 那这个也是有 有它的这个特别的这个理由 我们后面会来介绍说 为什么在色列上面每一个封包最短要64个拜 这是有它特别特别的这个原因在后面 我们后面会来做比较详细的介绍 所以我们以后如果有机会 我们看到很多这个色列上面网路的测试的数据 都是说 好我网路上面送的封包 就从64个拜的开始 因为色列上面它有一个这个非常非常特别的理由 就是说我的封包最短64个拜 最长1518个拜 所以这两个数字是非常非常关键 我们后面会再来看 好 那我们说 刚刚提到 每一个色列的网卡 它都有一个unique 色列的address 就是它这个address是unique 就是它是非常具有唯一性的 全球唯一的 就是事实上 我们讲这个网卡的位置 这个是属于这个adapter 就是那个网路卡 而不属于这个所谓的host 就是说 这个一般我们所谓的网卡的位置 它是属于这个网卡 不是属于这个host 一个host 本身如果没有插上这个网路卡 它就没有这个macaddress macaddress跟着网卡走 不是跟着电脑走 好 那我们说 它这个 这个网卡的位置 它是一个6个byte的位置 等于说它的这个 整个这个长度 是6个byte 我们这边看一下 6个byte 就是48个bit 那我们在 这个所谓的 网卡位置的表示上面 我们通常都是用 所谓的 16进位的方式来表达它 因为我有6个byte 等于说我把每一个byte的数字 像这个地方就是像一个byte 等于说这里就是看到 就是6个byte的这个内容 这边就是有6个byte 然后它的数字就是8 我们用冒号 我们用冒号 把这个6个byte 中间用冒号把它区隔开来 像这个例子 就是8 冒号 然后0 冒号 2b 冒号 14 冒号 冒号 2 这个就是一个byte 这是一个byte 这就是最后这个2 前面这边就是所谓的b1 再来 就是按照这样的顺序 我们通常就是把 每一个网卡的这个位置 就是用6个数字 中间用冒号 column把它隔开来 好 那我们是说 因为这个网卡是谁生产的呢 都是由全世界的这种所谓的网络公司 来生产这个网卡 或者我们讲如果是笔电 你一生产出来 里面就有晶片 就有网卡了 那这个网卡我们刚提到说 因为它里面的这个 它必须是所谓的unique 就是全世界要唯一的 那我全世界有这么多公司 在生产这个卡片 那要让它唯一不一样 所以它的做法就是说 每一个公司它都是要去申请 他们这个公司的一个 所谓的prefix 我们讲说每一个公司都有不同的 所谓的前字 比如说AMD 这个公司它就有一个 24个bit的前字 等于说只要是8 冒号0 冒号20的 这个24个bit 这个一定就是这个AMD公司出厂 就变成说 第一个 前面有一个这个prefix 代表公司 公司的这个代码 那后面剩下的 因为总共是我们讲48个bit 那如果这个地方 24个bit用掉了 那后面就剩下所谓的 因为我们有48个bit 就剩下24个bit 这样子加起来 那这个就是变成说 最后面它可以有24个bit 的这个空间 可以在 从0000到全部都是1 那2的24次方 就是1600万 等于说它后面有1600万个 这个位置可以用 那每个公司都有不同的这个prefix 所以像我们 假设一些 一些网通厂商 像 智邦 和勤 都有这个 所谓的这个prefix 你只要去买 就可以买到prefix 后面就是挂上你的 你的这个 这个所谓的位置 那这样因为每个公司的prefix 不一样 所以每个公司所生产出来的这个 网卡呢 就有全世界都不一样的这个位置 主要是这样子来的 好 那我们接下来就来看说 每一个网卡到底会收 什么样的封包 就是封包 看是看得到 但是你要不要处理 要不要收呢 所谓的看得到 就像我们刚刚提到说 像这种 这种所谓的tempest tool 我们讲细线的Ethernet 或者甚至这个 所谓的初线的Ethernet 它们都有一个特性 就是广播嘛 广播的意思就是说 任何一个这个工作站 把封包送上来 这个封包就是长 刚刚看的那个样子 就有preamble 然后有一个star frame delimiter 然后接下来有六个bind 就是destination 就是它要送给哪一张网卡 后面再来就是说 这是哪一张网卡送出来的 后面还有data 后面再加上frame check sequence 就是一个封包就这样子 这样子跑进来的嘛 那因为我们刚刚提到说 这种媒体呢 这种媒介呢 它是具有广播性质的 所以任何一个人 把封包送上去呢 它就会传下来 所以我们如果网卡 接在这个网路上面的 任何一个地方 你只要接在这上面 上面的每一个封包 你都会看得到 因为它是广播 好 那都会看得到 问题是说 那你看到这个封包之后 你到底要不要收呢 收的意思是说 这个封包是不是你的啊 因为它是广播嘛 不管谁送给谁 你都看得到 但是如果这个封包不是给你的 你当然就不能收啊 即使你看得到 拿得到 那应该把它丢掉嘛 也要把它丢掉嘛 也要把它丢掉的意思 因为那不是给你的 也就是说 刚刚提到就是说 事实上 在这个Cable的这种媒体上面呢 我们讲 每一个在网路上面传送的封包 都会被每一个Adapter收到 因为它是广播的意思 就是每一个网卡 它都会收到每一个封包 不管是不是给它的 所以这个网卡本身就有这个能力 来判断说 这个封包到底是给我的 很简单 封包上面不是已经写了 这个Destination Address 封包上面已经很清楚地记载说 这个封包是要给谁的 所以你就把那个Destination Address 拿出来 跟你自己的网卡比比看 如果跟你的网卡位置是一样 代表这是给你的 你就收 如果不是给你的 你就不能收了 这是最简单的 我们一般这个叫做Unicast 这种网址 我们叫做所谓的Unicast 就是说 这个网址只是给一个特定的网卡 特定的网卡 叫Unicast 就是唯一 可是我们在网路上面送的时候 还有两种很特别的 一个叫做Broadcast Broadcast Address 就是说 我这个Destination Address 就我们刚刚看到 这个封包的格式 有一个DA Destination Address 这个DA 如果它是等于 全部都是1 我们讲 全部都是1 48个bit的1 就代表说 这个封包是Broadcast 它是广播 广播意思就是说 我这个封包 需要给网路上面 所有的工作站 所有的网卡 那个时候网卡 看到这种广播 它就一定要收起来 因为这是给它的 另外还有一种 我们叫做所谓的Multicast Multicast的意思是说 我不是给所有的这个网卡 我是给部分的网卡 所谓的Multicast 一般叫做群播 就是给一群 就是说我这个封包丢出去 可能只是给 比如说五个网卡 或者六个网卡 可是五个六个 你怎么把这个网卡的位置 写进去呢? 因为我们的封包里面 只有一个 只有一个 destination的位置 位置只有一个 那你怎么去表达 是五个还是六个 它们是谁 就是我们 可以把它变成一个群组 那每一个群组 就可以给它一个 叫做Multicast address 它的做法就是说 我们第一个bit是1 然后后面这个 后面这个47个bit 只要不是全部都是1 因为刚刚提到 如果48个bit 通通都是1 代表这是广播 如果第一个bit是1 后面可能有一些0 有可能一些1 像这样的话 只要第一个bit是1 就代表它是一个群播 代表说 这个封包 是要给一群的网卡 那问题是在于说 这和一张网卡 怎么知道说 我到底属不属于那一群 就我收到一个封包 它的 destination 是这种位置 代表说 我是给这一群 但是每一个网卡 怎么知道它 是不是那一群的呢 这个是可以做的 就是说每一个 它的做法是这样 就是说 我们每一个host 本身 我们可以program它 就是我们可以用程式 去设定它说 它要加入哪一群的意思 最简单的 比如说我在网络上面 有四个人正在玩一个game 那这四个人 就变成一个群 那我打的这个game的动作呢 希望他们另外三个人看得到 其他人看不到 就是一群 那我就等于说 我就设计一个群的 一个motic case address 同时让这四个网卡 可以加入 这个所谓的motic case address 所以简单的讲 就是说 一个网卡 它会收的这个内容 第一个 它会收封包 只给它自己的 这个叫unicase的 这个封包 如果是丢给这个网卡 它就一定收 因为这是给它自己的 另外一个就是说 这个封包 是丢到broadcast的 这是给所有的 那它也收 因为广播包含它嘛 另外一个就是说 这个封包本身是给一个motic case的address 是一个群播 而这个网卡是属于那一群 那它就收了 所以简单的讲 就是说 一个医生类的网卡 它会收三类的封包 一个封包就是专门给这个网卡的 一个是广播的 一个是给某一个群播 而这个网卡属于那一群 可是我们刚提到 一个网卡到底是属于哪一群 这是可以设计 可以设定的意思 可以设定 所以通常 通常 一个网卡本身 我们讲一个网卡本身 它可以有多少个 这个群呢 在标准里面 它可以设 比如说 32 可以设定32个群的意思 所以 一个网卡本身 就像某一个电脑 它可以同时加入好几个群 比如我加入这个game的群 叫做这个game的群 只要是它所加入这个群 这个网址一出现 搜到 它就可以把它搜起来 所以一个网卡本身 我刚才很简单的整理一下 就是一个网卡本身会搜 第一个给这个网卡的封包 给所有multi-cast的封包 给某一个 这个multi-cast的封包 对不起 给所有broadcast的封包 还有给某一个multi-cast的封包 而这个网卡属于multi-cast group 就是这种 意粉 所有的允包 不特别 付丁 选择 之